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将羊肉块汆烫后洗净 老姜切片 高丽菜切片备用 Pepo来咯 炒前座这一步就不会有羊烧味咯 我们把羊肉块放进烤箱 以上下火200度烤约10分钟后 这样羊妹妹就不会有羊烧味咯 接着在锅中加入黑麻油 爆香老姜 蒜头 再加入烤好的羊肉块一起拌炒 等到羊肉块上色 再加入豆腐乳 米酒 水及药材包 一起煨煮2小时 最後加入高丽菜及火锅料 哇 暖洋洋的羊肉炉就完成咯